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来到这个Pomona 这边这个建筑还是有点新的 嘎嘎新的 我们看看这个apartment apartment会有什么 一二三四 这边比较在山的影称下 算是比较高一点了 比较高点建筑 有这个盆景 有办公室 有个租赁的办公室 然后有社区的公宫的游泳池 你看 这有小池子有大池子 可以在这个泡一泡 泡一泡这个温泉 这就在这里面 然后这是这边这个树木 种植还郁郁郁郁郁的比较高了 然后有这个爬 爬行着 有这个热带的感觉了 有一点点热带的感觉了 这个是 感觉是 营养不良嘛 这么苍白的 这个灯系 然后这里面下面是有一层子 有一些相当于是办公室 有点办公室的感觉 有这个老树 现在可以进自动的地下停车位 这次 有些次次放到这边 电配箱 配电箱 看 看 这个离 离安大列的机场 比较近 所以会经常听到飞机的起降 起降的 动作 然后 这边有一个 狗的公园 宠物 是 让 ペット威斯特 有这个带子 可以 做那个 这一楼 一楼进出 就比较方便 美国这边也有这种 榜爷 就是 光榜子 这种 健身 有些是健身达人 就是 喜欢去健身忙 喜欢 看看这个 工具车 然后 这边是有些仓库 过 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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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这边就是 这边是 有些 这边是 这个 这边是 这个租的小区还是比较大一些 比较大一些 会感觉到 挺溜的 这个阀门 这是特不让他更高的车进来 所以他设置了 这上面就是大家租的 然后这边是有山景 可以看到风景 这边是拉文大学的办公楼 这种颜色 有点现代 现代感的这种颜色 这个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